第一集試馬來西亞正宗檳城菜 這間連鎖店 部分食材由檳城當地直送過來 牆上掛著的照片 呈現昔日馬來西亞街邊檔口的情景 至於招牌菜 就是傳統的檳城和裝 師傅將花石柳、魷魚等配料 加入備濟醬汁拌勻 食落口感爽脆 加上魷魚煙煙嫩嫩 也挺有層次 另一邊招牌椰漿飯 雞翼即叫即炸 加上備製辛巴辣椒醬 辣得很美味 檳城菜又少得海鮮BBQ 帶子燒完之後 加上自家製醬汁 很香 接著這個店主打新加坡辣沙 店開業三十多年 傳到第二代 現在店採用快餐廉經營模式 這間還要是24小時營業 至於它們的喇沙 用了大約10種香料和椰漿造成 主要配蔥味粉 裡面的配料塑小喇沙的精華 吃落椰汁香味好濃 喇沙還可以當湯飲 另外香菇肉醋麵 用了傳統乾燥的食法 醬汁甜甜的 加上蒜片一起吃 好吃 這個鰭魚香菇肉醋麵 溫泉蛋煮到剛剛好 加上一口包 足夠豪氣 餅食之家 主打新加坡特色廣東菜 不好看裝修好像中式茶樓一樣 其實都有很多特色食物 就好像這個傳統薄餅 在皮上面放了沙角 蟹柳甜醬等等 再捲一條 是新加坡獨有的薄餅吃法 薄餅皮很薄 沙角咬下去很爽口 這個金沙魚皮 用了三文魚皮 炸好之後 加上鹹蛋黃去炒 吃起來非常鬆脆 還有新加坡的肉骨茶 茶底用白胡椒和蒜頭 煮出來的湯相對清淡 最後來到熟食中心找食 這間店舖 將印尼特色甜品 加入新式元素 招牌甜餡班戟 在即叫即做 在鍋上加入班戟醬 做出來的班戟比一般西式班戟厚 但外皮好脆 班戟面再鋪芝士碎 而其他口味的班戟 就會再加上一層topic 班戟吃起來鬆軟 好像在吃蛋糕一樣 還有用椰糖做的紅薯冬甩 至於這個炸香蕉 香蕉飲上漿粉炸到好脆 面上加了芝士和連奶 另外也可以按自己喜好 加入不同的topic 作詞 詞 power la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